我国人民自古以来 建房子时对房子的位置十分有讲究 很多看似迷信 其实非常有科学道理 比如有句老话说 不怕屋后躺 就怕抬轿房 人们建房都喜欢衣衫傍水 所以房子旁边都必须有水流 这样的好处很多 古时候没有自来水 人们喝的水需要去河边挑水 如果水就在家旁边 那就太方便了 而且也可以养一些鸭子或者鱼等等 但是也并不是任何的水源都是好的 如果河里的水是死水 也就是不流动的水 那就成了水塘 这样的水塘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幸 人们建房子的位置有个特点 屋前的地势比较低 而屋后的地势比较高 如果水塘在屋后 那么下几天几夜的大暴雨 水塘里的水位就会上升 然后会漫过堤坝 下面的屋子或者菜园子等等都可能被水淹没 此外 把房子建在水塘旁边也很不稳定 因为水塘旁边都是比较潮湿的 以前的房子大多是土瓦房 墙面很容易受潮 变得松弛而倒塌 更严重的是由于是死水 所以水里容易滋生细菌 经常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对身体很不利 其实家旁边有水塘的小伙伴都会有个烦恼 就是在大热天的时候 水塘里总是散发出很臭的味道 因此人们并不喜欢把房子建在水塘旁边 不过有水塘的存在 在夏天确实凉爽许多 可是这些都不算很可怕 人们更怕抬轿房 所谓抬轿房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房屋形态 整个建筑物如同一个轿子一般 呈现出一个公子 这样的房子是很少见的 一般人们做的房子都是四合院的样子 而不是抬轿房 那为何这样的房子不好呢 国人认为这样的房子就像弓箭一样 将房屋穿过去很不吉利 此外没做过轿子的小伙伴 都有在影视剧中看到轿子吧 人们在抬轿子的时候 轿子总是左望右望的 把房子做成轿子这样的形状 有一种家庭不稳的寓意 所以人们也不喜欢这样的房子 当然了 从科学角度来看 抬轿房的设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这种设计 使得房屋的采光和通风受到很大的限制 由于抬轿房被两个建筑物夹在中间 两边都是封闭的 这就影响了采光和通风 使得阳光难以直接的照射到内部 房屋内部阴暗潮湿 同时通风不良会导致空气流通不畅 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 影响居住者的健康 由此可知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强调房屋的地理位置 和整体的布局的重要性 屋后有池塘可以缓解夏季的炎热 增加空气湿度对居住环境有所改善 而抬轿房则由于其特殊的形态和结构问题 给居住者带来诸多的不便和隐患 告诫我们在进行房屋设计和布局时 要充分考虑采光通风 结构稳定性和居住环境等因素 以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空间 对此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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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artists 订阅 订阅 订阅